援手上, 用手指向頭揺進咪 固定的要求 寫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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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早上講,這個脊椎 我們會陸續再讓大家做一些練習 然後我會再把它講講詳細點 那所以,我们学习的东西,像推脑,它一定是用手去感觉它的骨头,感觉它的肌肉,感觉就是它的骨头的样子 所以,这个都是要靠你的手,而不是靠你的脑,头脑去记它是什么样子,是靠你的感觉 我年轻的时候,我做这个推拿,我大概24岁就开始做学 那个时候,很多年就非常认真的研究,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推拿床,我都是睡这个床,我睡这个床,睡7年 我常常会拿这个解剖的书,然后看这个骨头,然后再研究神经啊,它的骨头的样子啊 还有,还有这个看病的时候,所以我给书翻一下,因为佩训趴着,看不到我,还是看一下 这个准备的样子 我记得我还有两次,我做过可能有两次以上的梦,我在梦中在研究这个不同 所以你要对它有一些感情啊,就是说你要学一个东西,你要对它有感情,你会喜欢它,慢慢会喜欢它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用头脑一直去记它,那我们就觉得很烦,因为头脑要记很多东西,就觉得会快要爆炸一下 所以,所以就是说,就是你们上我的课,我们有很多练习,你只要就是慢慢慢慢去练习去,去 感觉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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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慢慢就会你的感觉,结合你上课的内容和名称,慢慢就会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刻意去记它 就是你有时候你会不晓得这个肌肉叫什么,但是你知道这里,这里有一条肌肉,然后你知道怎么去捡它吗 所以你记得就是说,我们这次上课,你尽量要去摸这个骨头的样子 因为你骨头记得,你摸的次数越多,你对骨头的感觉就越清楚 这个时候你去找肌肉就非常好 我们要讲这个前胸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翻开这个五十八月 嗯,小众,我开始了 哦,那五十八月,第一个我们一样先复习一下我们这个,从前面看到的部分 啊,我从长肌肉啊,长肌肉的话的日外通知都做了,我说讲得几个 哦,然后这个,这个土啊? 哦,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我们前面有一个胸骨 哦,这个是长肌肉 哦,那这个胸骨就是我们肋骨到前面,拉到这个胸骨前面的话,它会连接这个胸骨? 哦,那这个胸骨的时候,它会连接这个胸骨 啊,你看我们前胸这个骨头这里是透明,这个就是软骨,它不是完全硬的骨头,它是有点,就是,就是,就是有点像软骨,很硬的软骨 哦,我说,长肌肉的话,能够有点像软骨,很硬的软骨,很硬的软骨 所以,这让我们胸骨是有弹性的? 哦,我说,长肌肉的话,有点像软骨,很硬的软骨,很硬的软骨 有时候会影响到前面的这个胸骨,跟两侧的肋软骨? 有时候会造成就是,我们有点胸闷,或是主性不分散? 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软骨,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软骨 还有像这个胸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软骨 哦,我们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软骨,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软骨 像我们有一些病,就是像忧郁症,就是说,忧郁症就是心理疾病,忧郁症造症 忧郁症就是,啊,常常会想不好的啊,有个人想多了,可能甚至会自杀忧郁症,要去吃药的,要看心理疾病 常常说说,胸骨嘛,等等,对啊,我听到这些年,常常第一件事,我说,人家的儿童,等等,免痛了,等等,用这件事啊,就是说 您的研究,像忧郁症的人,他这个胸骨,这一边非常近,然后你摸它非常,它不要让你这么近 所以我们呼吸,我们呼吸这个胸腔会扩张,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呼吸这个胸肉,你问说,自己的胸肉会扩张,对不对? 然后,我们呼吸这个胸部,然后你呼吸,看这个是不是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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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扩开的吗? 所以说说,我们呼吸呢,的话, hogy问,等待人家是,要呼吸的,然后就好像会扩张 男生有没有,男生比较知道,女生是要用肺部呼吸啊,你会觉得这个会障碍吗? 不认识力量好过来,不没力量力量好过来。 那我们知道肺部有很多小气泡吗? 我们知道肺部有很多小气泡。 然后他吸的话,肺部就会变大? 我们知道肺部有很多小气泡。 所以如果这个胸腔紧拨,你呼吸的话就没有办法顺畅,还有你吸气很短, 然后这会造成氧气不够,还有你的心情会比较负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生理的感觉, 其实也要顺便研究一下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身体的感觉跟它身体的循环有关。 如果有些这个关节啊,拉住,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是确实回復。 我们没有人的情绪,我们的情绪也会有关系。 如果我们会这样,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我们的情绪有关系, 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我们的情绪有关系。 我们的情绪有关系,让我们的情绪有关系。 胸腔除了肺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心脏。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然后你不知道心脏的大小跟要怎么知道你的心脏的大小?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然后你不知道心脏的大小跟要怎么知道你的心脏的大小? 我的心脏很大,你全部修理多少? 心脏很重要的就是输送学义 你每个人都在靠左边,靠我们身体的左边,右边的右边 心脏有一个,就是我们压缩心脏,血液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往上伸送到我们的大脑? 血尾 就是血管 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可以脏子弄去,但是压缩在使用,它压缩终的,没有两种产股 你看我们这颗膜也是没有两个洞呢? 我说,第1个里面有,也有,有三个洞 我说,接着腰的腰,如果腰部手上刮,手上不过是什么? 这个就是心脏这样刮上来的? 对,这个是哪个洞的腰部手上不过是什么? 这个人是什么?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压住这个动脉,我们压大概十五秒,二十秒就会开始脱了一点? 所以这个枪有没有,你看那个自杀的有没有,有时候有带是自杀的,或是有的伤手,你看电子,这是有绳子,就是它主要就是这个洞吗?这两个洞? 那你的,我们头部神经的运作,它需要有大量的氧气,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头这么小,你看,可能不到身体的二十分之一,但是它需要的氧气是我们百分之三十。 整个身体的百分之三十两行,这个头部也会需要的氧气? 嗯,这当我们的血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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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血腥。 所以,如果我们胸腔,尤其是锁骨,一肋骨,一肋骨,一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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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では丁度聚会です。 我们在第三个时间聚猎中,都没有进攻, 我们把很多人放下来摇摆布, 那我们把所有的关系看起来, 我们将来成续较自信的关系, 所以年纪大的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你能够帮年纪大的巴拉玛拿 把这里肩膀前侧这个部分松的比较快 让他的血流量和呼吸比较顺畅 他的身体都比较健康 有的年纪大就很虚估 很多都是他检查也没有什么病 很多都是氧气不足,血流量不顺畅 这里是有很大问题 在这边的波拉玛拿出 在这边的水平均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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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面的海洋树在沃老沃州 在沃老沃州都很哈佳 但是你不需要理均里面 大家想去涵的水平均里面 在沃老河上就跟沃老河上 这边调查前期 壳上汤上的水平均里面 所以这个锁谷的下面 麵糕是第一熱 第一熱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是很容易 如果你拉緊的話 它就會往上的這個順暢性 就會不太 就是這個晚上的順暢性就會降低 本來是百分之百 然後可能現在少了百分之三 它的功能就會受到很強 在腋腿的嚼勁 就算是一般的 我們要做一些誤解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誤解 是否有一個誤解 是一個誤解 我們要做一些誤解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誤解 我們要做一些誤解 我們要做一些誤解 所以你看我們的鎖骨 它不是指指的一隻骨 它是有一個弧度的骨 我會做些誤解 所以如果我们肩膀工作,这里是不是会紧缝,紧缝的话,这里就会挤压进去 所以它挤压到这里,到挤压在这里,慢慢振着锁骨的下面,这里就会变得紧缝 所以你们摸锁骨,你们自己摸锁骨下面,摸一下这个下面是不是很多人,这个下面你这样摸它很痛,还有很硬,没有什么空隙可以压一下,被手指再压进去,所以就很紧 所以这个是锁骨,然后到锁骨这边就是肩锁关节,转过来这个就是肩锁,对吧? 这边还有一个汇涂 汇涂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都是属于肩胛骨的部分吗? 这个是肩锁,然后这个肩锁,肩锁是属于肩胛骨,然后肩锁也属于这样,然后还有关节于这个地方,这个也是属于肩胛骨的部分吗? 所以你刚才我们的肩关节是就靠在这里吗? 我做我们的肩胛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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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可以做不同,有没有?它的活动度很大,可以往后伸,往前,往前 我们的肩胛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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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旁边都是没有肚头,都是韌带帮他们包袱的? 因為我們要磨到動作 所以我們之前要做建峰嗎? 需要建峰嗎? 它可以搭配和很多部份 它可以搭配的 它可以搭配 Seite 其次可以搭配成纸酷 这就是在讲索骨分 肩胛部两个部分 作为我搭配你的,索骨和水打附近 今天要再加一个肤骨 这个古董 对方用这个铆铆去 这个红绿 红绿的红绿 就是红绿的红绿 所以这个尖宗是这样摸的吗 我说5年6年6年 所以这个红绿你可以这样摸吗 红绿的红绿 我的红绿 就是这样摸 它是一个圆圈,像一个球 它是球有时候会跑比较前 它会旋转,有时候会旋转 它会旋转 它的角度不对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抬手和手的工作 所以我们肩关节一定要沿着锁骨肩脚,然后第三个处 第一,我们会在线封这个地方,下面摸着风骨头 然后下面摸着风骨头 看它活动的角度 对,我们会在线封这个角度 但是,我们会在线封这个角度 在线封这个角度,我们会在线封这个角度 当然,我们后面会介绍线骨头旁边的肌肉 因为线骨头到手臂有很多,前面后面有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8月再让 我们在线封这个角度上 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就是,旁边之前我们有交过三角肌 记得吗? 我说,我们在线封这个肌肉 我说,我们在线封这个肌肉 对了吗? 你看这个前侧是不是包到这里 我说,我们在线封这个肌肉 然后这个,它的在胸腔这个部分 到手臂这里有一条就是胸大肌 对你吃的另外一条是中下肌肉 中下肌肉 中下肌肉 Bacterialis Major 中下肌肉 对,中下肌肉 是从手臂这一边看 对,我说就是从蚌子的肌肉 所以你看你手抬手的时候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很出来了? 哪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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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一样的,下肌肉就不利用的 在买肌肉 那看过来说,它这个肌肉是从这 在吃的以后,它从蚌子的肌肉 所以大方母能会按摩它这个 这个肌肉在手臂的肌肉 那旁边你看 旁边就是三脚体的这种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放松胸大肌会按摩 然后在这张图我们还会看到这个背过气 我说这一张图我们还会看到背过气 我说这一张图我们还会看到背过气 然后它有一条基数会从这里上来 背过气 我们那一天讲有没有 从肩甲骨的下方有没有 然后它有一条基数会从这里上来 然后 然后到这个宫骨 就是宫骨 就是宫骨 这条基数会从旁边上来 那这些有何小可以上来 这边用下重移椰里面的 对 这是下重移椰里面的 好 27月吧 看 这边是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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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2个月 所以这个是背侧 那前侧转过来的话 要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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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机的下面有没有看到? 他有一个另外的一小匆小匆的肌肉有没有 当时他用肌肉的脂肪,他用肌肉的脂肪 他用肌肉的脂肪,脂肪,脂肪,脂肪 脂肪的脂肪,脂肪,脂肪 脂肪这些 corpo你看 脂肪,脂肪是脂肪 脂肪,脂肪肉有限 脂肪是脂肪입니다 双肌就是直接我们手拉开 然后这个我们一下前侧这里 这个就是胸,这很容易找的 然后再我们要了解背过肌,背过肌要转到画面 所以背过肌它会在肩胛骨下角这里有交接,然后绕上 我们可以从肩胛外侧这个部分,背过肌是第一层肌肉,然后第二层肌肉是全肌肉 所以我们要让肩胸侧测睡,测睡以后我们从肩胛腹这边去按摩肩胛肌旁边的体肌 然后这个肌肉按摩以后,再按摩肩胛骨外侧原 entonces,肩胛肌肉猪肘固那 wrench 点腕和肩胛肌须外侧原的股脊 因为肩胛肌肉猪肘固 记得这个下角,先从下角 一定要弄在下角的身体的 tom 所以你用手指是不够力的,很要用手指 然后被过肌松掉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在它肩胛鼠外侧,外侧原这个部分的里面,这里有浅脊劲 所以我们把肩胎拉住的话,这个背过肌,还有前腰这样拉住的话,然后我们抬头抬到这里就太平均了 所以我们有些胚子,他手抬不起来跟这里有关? 如果我们有些胚子,他手抬不起来跟这里有关? 如果胚子抬起来,我们会有胚子抬起来,我们会有胚子抬起来 我们背过一个马头来? 胚子抬起来,我们会有胚子抬起来,我们会有胚子抬起来 就是我们了解这个肌肉,但是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你要去感觉这些肌肉在哪个位置? 她说是大块肌肉的? 还有,大块肌肉和小块肌肉的部分? 我们认为在学校里有学校的肌肉。 你有什么条件? 大块肌肉很强,你的手腿可以? 不得大块肌肉很强? 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实际上你操作的时候,你要先找到肩胛骨的位置? 下降这边开始吗? 那这肺货鸡它其实它是很大片的? 但是大部分我们刚开始会助作,所以它现在很下降吗? 那它拉上去到这个肩胛骨头的这个部分? 它是很大的肩胎。 这肩胎的肩胎有点减慢。 这肩胎的肩胎有点减慢了,我们要做肩胎的肩胎就比较容易。 这肩胎的肩胎就和肩胎有点减慢。 这边的面相,面相那边,面相,面相 好,你手讓他抬起來 ,你手讓他抬起來 你手讓他抬起來 你手讓他抬起來 你要找他的形狀 你不知道要動一下 你先用手指推看看,有你感觉这里面的技术吗? 你现在刚学的话,一定要先用手指出去了 这个很强壮的,这条很强壮的 所以你轻浮以后,你可以用手指出去了 这条很强壮的,你怎么会强壮的? 这是往下走? 没有,你怎么会强壮的? 这个很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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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要压它,我要靠我身体的力量 因为你也没有用手指出去了 你也没有用手指出去了 我第一次用手指出去了 我放上去的时候,我要去感觉我推的时候 这里有没有推到上面的技术吗? 你没有用手指出去了 这个推比较松以后 好,我就会再播一下,先讲过来 好,我就会再播一下奸自家母外园 这个是奸自家母外园 这是下降的前置? 这是下降的前置 应该上去? 那是在外面 我作为外团 obb 如果你要剥肩胛骨外側圆骨头上面的东西 他在肩胛骨,从下脚这里 他在肩胛骨的肩胛是附着肩胛的肩胛 他在肩胛的肩胛骨上 他在肩胛骨的肩胛骨的肩胛 他其实他不是只是一小块,他在肩胛骨的肩胛 但是我们先从下脚这里开始做 他在肩胛骨的肩胛骨的肩胛骨 你要找到肩胛骨的下脚吗? 他在肩胛骨有了,肩胛骨的肩胛骨 然后你的手,三个手骨吗? 他在肩胛骨肩胛骨 因为有的人很怕痒,所以你这里就是不要用肩胛 有的人很怕痒 但是我们在肩胛骨的肩胛骨的肩胛骨 这些肩胛骨的肩胛骨是附着肩胛骨的肩胛骨 然后这块肩胛骨是附着肩胛骨的肩胛骨 因为肩胛骨的肩胛骨也跟着肩胛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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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所以有的人很痒 还有这样的人吗 这样会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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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如果这样可以做吗 这样会做吗 这样会做吗 这样会做 这个生育的头部 这种生育是很健康 这是我们的生育 我们的生育 从下脚这样不拉上,还是不拉上? 对,你压不下,我对你压不下,妈压不下 这样不压上? 对,如果送到老师,我能踢倒下 下手不能勾来勾去,是要放? 没得,女士琳要不压过,妈这样按照吗? 别的,太难了,我就太难了 他靠这只手压下去以后,我们贴住这个鸡肉的吗? 嗯,这个前几左右 在这里,我们都去 saúde,不下腋,我们就不要做了 那拉洞的话,这个是固定在这个位置,这个不能滑动啊? 这是离开皮肤,固定在这个皮肤? 在这里,如果我们就要踏板,我们都要留下腋 第一,你疼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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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讲过去 哪个地方讲的 哪个地方讲的 哪一个多钱 然后这个小大吉就是有没有 一大钱 我这里正下来 正下来讲 这个也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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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们定座床 我定床都没那么夸 但是这样的话 你脚子可以放开 你怎么可能 我认为这个 我做骨头都有 打铸胎 当我们认为这个骨头 我认为骨头orrows 这个骨头是骨头 这就是骨头 那都是骨头 那下来你 这是骨头 对它骨头 骨头 骨头 Maikab Zizu, inya pagi. 那你要往这个过步的方向 big 大家在这个中心里有了,在这浓露年在红日会有了,红日会在餐, 在日期的以后我们在电脯等会吃得了, 突然我们从最早区来到最早区来的礼物。 所以吃的肌肉脂肪就像这样 就像那一样的肌肉脂肪 实际上是要有需要的肌肉脂肪 这需要夹肌肉脂肪 那么在肌肉脂肪里面放入口水 所以那我们的肌肉脂肪 我们有一点一大肌肉脂肪 这些肌肉脂肪也不含 可以吗 大体肪 let excessive肌肉脂肪 好 我们就带一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状态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 悶之閪 就是他,是他... 是? 男生 帳篷 他,沒人 Yan… 怎麼搞 End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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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